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5日 星期五 今天是復活節假期的開始 一年幾天香港長假期 其實原來英國也是 美國也是 這是西方文明的節日 據說是2000多年前 耶穌在這一天復活 當然 現在的基督教的文化 是不是影響全世界 也開始消退 我們看到 大陸當然沒有家房 這些復活節 不過大陸人 有沒有機會復活呢 現在要看他們自己 因為上海好像抗爭得 開始越來越有規模 由於長時間的封城 現在人們很有時間上去Twitter 我們最近加強了Twitter 不過始終也是很少 希望大家 可以follow我們的Twitter帳戶 Tuesdayroll1 因為Tuesdayroll被註冊了 我們下去 唯有加一節 大家 follow我們的Twitter 我們盡量放多些東西下去 大家也將它retreat 讓多些人可以看到 幫忙 大陸正在搞的 大翻譯運動 這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多多幫忙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 政務司司長 李公公辭職選特首 所以她的職位元兇 現在 林鄭主持例行記者會的時候就說了 收到中央政府回風 由於現在政府 只剩下三個月不夠 所以不會任命新的政務司司長 但是不任命新的也不要緊 找個頂住 也不會作出 處任安排 所以 這個職位 將會出決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為止 他強調 有信心 這些相關的事 不會影響政府工作 這個當然是 不行了 為什麼 林鄭月娥 去北京述職幾天 都要有處任 現在三個月不處任 不找後備頂住 當然這個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訊息宣佈出來 政治訊息我們看了有兩個 在我們說之前 記得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關於直播的問題 我們解決了 每個星期 星期二 超級星期二直播 每個星期就是直播了 時間可能到時調整一下 7點可能太早就8點 總之三個小時直播 接下來我們不如改成8點 7點太早了 很多人都還沒回到家 香港時間8點至11點 照舊三個小時 另外 如果有甚麼突發事件 例如林鄭要改嫁 或者 李公公 睡夢中遭 妻子去世 或者 普京 被MQ9斬首 或者習近平 被囂首示眾 放在天安門石樓上 展覽 如果發生這些事 我們 也會做直播緊急的 有甚麼其他大事呢 當然大不大事 我們也要看看這件事 是不是很值得直播 希望大家多多注意 另外 我們的後備頻道最近也是 很慢 希望大家幫幫忙進去 無限復活動 因為現在真的很嚴重 主頻道又跌 後備頻道又跌 收入 其實後備頻道跌到快零了 Patreon也跌 整體各方面的收入也跌 但是 所有人的 職工還全都在這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說回這件事 中央既然 免了李家超的職務 但是 又不找人處任 這個情況以往從未試過 無論如何 都要找人處任 即使當年是唐英年時代 找另一個公公 叫林公公 大家記得嗎 林瑞倫公公 林公公去做 每逢特首去大陸幾天 那麼短時間 都要處任 而這次竟然不用 這個釋放了一個很強烈的政治信息 香港的官員 在中央的角度 全部都是 四個字 哪四個字 格拉底毛 即是 可有可無 剃也行 不剃也行 有無毛也不要緊 不用做激光 不用做雷射 也不用查蜜納 全部 沒有存在的價值 有理也好 沒理也好 為什麼 因為這個職位 甚至乎整個特區政府 其實都是可有可無的 因為 最重要是 他管治香港的警隊 有香港的警隊 所有人 都是當一個軍法統治之下 誰做官 誰做甚麼官 有甚麼所謂 根本你們的存在 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這是第一個政治信息 第二個政治信息是甚麼呢 就是林鄭為首的一班 文官系統 接下來很大機會是會被人投降致散 甚至乎不能再升 因為如果 現在處任 那麼那個安排 肯定是由現界政府去安排的嘛 例如 林鄭可能會安排一個人下去 不如幫你上位 例如這個 有人傳過的聶德權 他的得意的 跟班 或者 服侍得很好的小聶子 另外一個是邱騰華 小邱子 這兩個 好像公公那樣 服侍他 當然啦 之前的李家超也好像公公那樣服侍他 但是 始終不夠貼身 這兩個是 相對 他比較 得他歡心的 李公公一副太監尚 沒得說 現在 中央政府特意 不讓他 擁有權力 三個月其實是有需要的 處任也不處任 會出現的效果就是 這些位置有沒有都可以 以及不會讓林鄭月娥 作出任何的任命 即是說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新的政府 這班人 尤其是林鄭為首的 這班人 尤其是黃錦星 羅志光 民主黨的內奸 跟著就是 發展局的 陳凡 光頭佬 以及 剛才所說的聶德權 邱騰華 邱騰華 特首辦這個陳國基 應該就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 陳國基應該好像是紀律部隊上來的 這些人 中共是會繼續留任 總之 紀律部隊上來的人有機會就做了更加多的官 而這個政務司的位置 很大機會是鄧炳強接任的 接下來如果是鄧炳強 我們會另外開一節說 究竟鄧炳強有沒有機會做政務司 現在 當然中央不會公佈 我們也分析 是有50%的機會 即是五波而已 林鄭的人 沒有機會的 聶德權也好 邱騰華也好 其實也沒有什麼機會 會再上 甚至乎 現有的位置也未必做到下去 因為 李家超肯定會找一大班 甚至乎退休的那些 警察 入警署 因為入警署肯定是 中共的地下黨來的 做得入警署高層 所有的都被人篩走了 只有警察入警署 海關也是一步步的 是不是全部信得過一半半 你看到龍蝦山 做得那麼噁心 都很明顯就是告訴大家 我要舔呀 所以 我估計香港也是有一群在大陸受過洗腦訓練 甚至乎全部入了地下黨的 這些 紀律部隊 退休的官員 是出來做 做政府的 即是現在的局長 司長 什麼都是 那麽指陳茂波會不會繼續做下去呢 看款式 應該是覺得他 也算是 勉強看得住 中央要錢 要你屠空庫房 你做得不錯 有機會讓他繼續做下去 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就這樣看的分析 不過總之 其實任何一個角色也好 中共也覺得 不再重要 包括 你是政務司 就算特首也不再重要 我覺得下一屆的特首 可能他隨便找個大陸佬 拿來做就算了 連香港也不繼續做 免得反了 一件烏兩件位 反正香港已經徹底由共產黨控制了 我們先說到這裏 到最後一見 Katrina Coordinator 感谢观看